今天我想做一個LV Unboxing 我總共有三件產品 他們不是第一次Unbox 因為之前我一收到的時候 已經拆出來看了 確保沒有穿沒有懶 在開始之前也想說 我未來會有一個Chanel Haul 大家密切留意 事不宜遲 由小小的講起 就是這個盒 不要看它還有絲帶 其實是因為這裡是燙櫃的 所以這個絲帶是擺設 所以看起來還沒開 但其實已經開了 猜不猜到是什麼 一打開 是這個斜背包 它是新色 是淡淡啡色 是一個Tan Beige的顏色 你覺得近鏡可以看到LV壓進去 而且不好意思我的指甲很醜 因為最近沒有時間去做指甲 而且希望能夠專注 因為有時候太光的時候 鏡頭可能太反光 不能夠專注 應該正在專注 然後這個是很好用 這個尺寸 不過讓我展示整個包包的樣子給你看看 後面是這樣 後面沒有袋 是很扁身的 有一點點像一個信封 中文好像真的叫信封袋 這一款也很有名 是他們一直長出來的一款 但可能是不同顏色 發現LV一出新色的時候 可能他長出那些款 可能Pershematis 或者這些 都會跟著出這個顏色 打開真的像個信封一樣 有這個好像小錢包 可以安裝一些 銀紙 散紙 但通常我不安裝 因為裡面這個是一個皮 如果安裝一些散紙 可能會刮花 裡面這裡有一張小卡 然後 還有另一個 就是這個可以安裝很多卡 還有我記得這裡有一個大格 後面沒有寫字 前面這裡寫著Louis Vuitton 然後Paris 裡面就是這樣的 布 還有一個暗格 但這個暗格沒有拉鍊 它有一條鍊 就是這條金色的鍊 可以斜背 或者單邊背 也可以 這款包包其實我有另外的顏色 就是它的格子 我也非常喜歡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小 但其實裝了很多東西 我用的時候 通常我不會用這兩個 如果最多的話 都可能帶這個 然後可以刷一些卡片 不用帶錢包 這個可以用這個 插好所有需要用的卡 因為始終在美國 通常都是用卡 很少說用錢 可能帶一點點 也不是太多 放了一個insert 還有這一行的位置 看起來好像很小 但其實 因為這一款包包 皮是軟皮 所以其實可以折 而且不會說會折殘 因為 我之前背過另外一個格子 我平時chanel mini 裝的東西差不多 除了chanel mini 我可以放我的卡片套 這個要這樣分開 但擺的東西真的差不多 我日常要用的東西 都可以放進去 又是這個盒 這個是 他們最經典的 就是LV的Monogram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是經常斷屎 這個 我也希望它出Reverse的Monogram 也會很漂亮 就是這樣 大致上的格式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裡面 這個是紅色的 是包兩個insert 都一樣 這個 裡面是紅色的 配合剛才裡面 也是皮的 這個 好像有點不同 皮的紋是軟一點的 但這個比較硬一點 格式也是一樣 一大格 一樣 它也有一條鍊 也是金色的 裡面是這樣 沒有拉鍊的暗格 超漂亮的 這個 幸運了很久 這個花 真的很難買到 這個 而且這一款袋 其實也很有名 因為它的價錢 不算太貴 適中 又小小 又裝了很多東西 所以這一款袋 真的挺難買的 尤其是這個 這個 這個新款應該比較容易 因為LV 它們最有名的 也是Canvas 這個物料 現在他們 出多了這些 這樣 很吵 那些鍊 不好意思 出多了這些皮 最後一個開箱 就是 大盒一點的 這個 私底已經沒有了 這個 好 有一個煲袋 入住 這一款的包包 不是每一個人的茶 因為我記得 我在IG Stories 做過一個Pool 出來的結果 我記得好像是一半一半 還是多一點 就是說買的 多一點 所以不是太一致 大家的意見 記不記得是誰呢 現在有看我的Instagram的朋友 就是這個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我很喜歡 方形的包包 不知道很吸引 反而圓形 我一般 沒有衝動 方形很多時候 都非常衝動 其實它有一條帶 在裡面 不過我先給你們看 是整個行李 四角有淺粉紅色 包著 下面也有釘釘 這裡是深紅色 有些LV壓的紋 是緝皮 而它四角 這個不是緝皮 是普通皮的質地 那個面 旁邊 這個包包 其實有點像化妝袋 如果你認真看 開到這裡 它的鏈是銀色 旁邊是這樣 好 這條帶 就是這條 他們平時 LV那些 淺 玉色的帶 裡面是一大格 這樣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暗格仔 裡面的質地 是一個 布的質地 沒有什麼格式的 一大格 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看看這個包包 是不是你的杯茶 對 它的方形 再加淺粉紅色 而且我忘記了這個 地方寫著 LV Paris 這樣 只是這個角 才這樣寫 其他都沒有寫 有些型格封 這個 而且很特別 跟平時買的包包 都有點不同 它也有出不同的顏色 它有出一個 我會放一張照片 我嘗試看看找不找到 好像是 粉紅色 也是桃紅色 角 就是LV的Monogram 然後它的帶子 也是LV的Monogram 起初都在想 這個比較漂亮 還是那個 哪個好呢 後來 我也是給這個吸引到 它的淺粉紅色 真的吸引到我 雖然那個Monogram 真的很吸引 但是 而且它的粉紅色 好像 好像偏橙一點 沒有記錯的話 總之 後來就選了這個 你們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個顏色漂亮一點 還是這個顏色漂亮一點 好了這影片就完成了 而且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三款包包裡面 哪一款最漂亮 是你的杯茶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點讚你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還有微博 拜拜